华联县吉安国中李宇彦同学 荣获112年度全国语文竞赛 阿美族语朗读特优奖 日前在吉安国中 校长刘启明 同幕联谊会长吴德焕 及多位乡内族语评审委员的见证下 由乡长游书贞特别颁发表扬 习许同学再接再厉 传承族语优美文化 未来争取更高的荣誉 华联县吉安国中李宇彦同学 多得112年全国语文竞赛 阿美族语朗读特优奖 日前在吉安国中校长刘启明 同幕联谊会长吴德焕 及多位乡内族语评审委员见证下 由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奖表扬 游淑珍表示 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感谢校方和家长等人的合作 帮助同学获得亮眼成绩 毕竟我还要顾跳舞 然后又要顾朗语 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说实在的 就是会很累 然后回家为体力不支 然后又很 现在又九年级 又有很多功课要写 但是我就是只能在这当中 抽空时间 所以就是每一天 就是拿一个小时 然后来练 然后放学之后 然后就是继续练员 然后当然也很感谢 法毕跟法艺 就是 我的话会长的老婆 然后就他们两个是 是我们的亲戚 然后很感谢他们一直照顾我 然后一直跟我讲说 他们也有在朗读方面 就是说 这个怎么念 这个翻译不正确 然后他就给我一些指导 然后建议 我们相信多元的学习 找回母语文化的传承 吉安乡公所则无旁贷 希望花莲县的孩子 吉安乡的精粹 以及我们所有学校师长的努力 都可以带给孩子 满满学习的正能量 以及未来成长的路 铺陈的更加的扑贫 而且茁壮 希望我们给孩子 一个学习量力的空间以外 更要给他们 更多支持的力量 在这里恭喜语焉 恭喜所有获奖的孩子 你们真的很棒 李宇嫣不仅参加竹语竞赛 更是吉安国中园舞队成员 在课业与舞蹈的时间压力下 心情更云后还能有如此收获 竹语指导老师高小兰 更是李宇嫣的母亲 让竹语学习事半功倍 游初珍表示 吉安乡原民人口数约1万5千多人 主要为阿美族及泰鲁格族两大族群 期许更多学子再接再丽 传承竹语文化 向公所将支持乡境内学校多元教育 让全国乡亲看见吉安学子的多元艺能 记得讲方言吉安商报导